伦敦奥祖委在哪 在太武士河北岸 一座156米高 32层的大楼里 这楼名列英国第11高 绝对是地标建筑 这座大楼可不是给奥祖委盖的 奥祖委只是他的房客 18到23层 塞满了和奥祖委有关的部门 其余楼层是房东巴克兰银行办公用的 在这张地图上 奥祖委离首相关地唐宁街10号9.3公里 离伦敦市政府6.5公里 从出发到相遇只要十来分钟 很近吧 但这两个最有权威的机构 和奥祖委可不是性价 奥祖委花钱要自筹 不能指望这两家给拨款 要按月缴房租物 经营不善亏钱了 要自己想办法 没错 它是家私营公司 它的工作是 卖票 组织比赛 筹钱 花钱 赚钱 分钱 至于修长馆 修路 修地铁 配套房内厂开发 这些 和奥祖委 没一毛钱关节 但他们能力挺强 尽管欧债天天危机 他们还是靠吸引弹注 卖转播权 出售门票 忽悠了20多亿英镑 和人民币200多亿有 这么多钱 怎么分呢 如果奥祖委盈利 60%要用于发展群众体育事业 例如给小朋友修足球场啦 剩下的40% 得和国际奥委会55分 亏了的话 国际奥委会会假装不认识他 纳税人也不会掏钱买单 要是亏大发了 跳楼吧 奥组委前上独立 组织人士也独立 干部配备方面 也应该是复仇者联盟 那个级别的吧 不整几个部长 市长 局长什么的 都不好意思出门啊 No 其实伦德奥祖委 更像是一支杂技团 有打破世界长跑记录的 奥祖委主席 塞巴斯迪安科 给他打副手的 是经营足球俱乐部的 营销高手 基斯米尔斯 首席执行官是保罗戴顿 原本是一位 有两亿多美元资产的 高富帅啊 练长跑的 搞营销的 做投资的 没有领导在里面 奥祖委玩的账吗 在英国 像奥祖委这种私营企业 是不可能把纳税人 养的官员 调过来挂职的 而且奥祖委 什么游水也没有 花钱都得公开 举个例子 如果北京奥祖委官员 受邀到伦敦奥祖委 传授经验 要吃饭吧 拉飞 毛苔 鲍鱼 书掌 鱼翅 麻辣小龙虾 不合适吧 招待之初 可是要公开的 这些名字一出现 你懂的 自奥祖委成立以来 每两个月 都会公布一份详细财务报告 其中仅公务招待一项 就有长达十多页 从领导班子到安保人员 每个名字都很清楚 名字下面写着 你是否被招待 或招待他人 以及具体的时间 地点 招待项目 这里面最奢侈的要处 商务法律组的成员 两个月里有七次应酬 包括四顿晚饭 一顿早饭 一次打球 一次开会 至于上层领导同志嘛 就惨了点啊 十三个人里面 只有一个人有两次应酬 一次茶话会 一次座谈会 光喝水了 连点干货都没蹭到啊 饭吃不上了 活得照干呢 还得处处向人民群众赔不是 澳组委要按不同地区 极极详细的 把各种可能带来的不便 列出来 比如 我火炬传地 进过您家门口 您忍忍啊 马拉松要从这个中原经过 大爷大妈们 堵不住了呀 主护抢伦敦碗 对着您家窗户 我已不去呀 据统计 百分之七十四的英国人认为 奥运会只能给伦敦 带来好处 百分之五十九的人认为 纳税人为奥运会 支付了过多的钱 至于火热的奥运氛围嘛 哎 英国执政的保守党 实在是太保守了 不过 这些人都是极个别的 绝大多数拥有 极高革命意识的 英国人民群众 抱着我不入地狱 谁爱入谁入 而是崇高的奥运精神 加入到了奥运志愿者的行列 和前面三位 组成了一支 接近十八万人的奥运团队 这么多人 怎么统一思想啊 女王的精神 怎么扔打呀 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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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